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买它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支持七天五旅游退货很好 毕竟很多商家就是你先交定金 然后卖家拿你的定金去买棉花种子 然后再种个半年棉花 然后半年棉花熟了再织布 等一年了 等一年了能补款了 你觉得熬出头了 没想到还要再等半个月按顺序发货 谁懂啊 家人们 最重要的是 你等了很久之后你收到的裙子 它可能会不符合你的预期 你觉得它和你想的不一样 或者说是尺寸买得不合适 一般换码都是比较难换的 想退那根是不可能 一般只能挂在鲜鱼上 卖不卖得出去 天天有命吧 可能上来还会遇到学生党刀天舞200 所以呢我在看见这家 就是说它支持七天舞理由的时候 我就火速下单了 但是我并没有为了退货 而下单很多条 下单的都是我喜欢的型号 像是像是它的那个没有腰的OP 我就觉得肯定是不适合我的 我就没有拍 我买的是两个JSK 我身上的这个粉的 还有一条蓝色的 和一套蓝色的短裙套装 它们的价格分别是 还有这个布奈特的头饰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单品的价格 好像也不是说很贵很离谱 但是它的那个衬衫是真的很离谱 很远种 300多 我觉得还不是很好看 不太行 就连模特那么瘦 穿上去 都感觉显得不是很瘦的 先给你们看一下JSK 它的这个腰部 是有一个比较软的鱼骨的 就是会起到一个素形的作用 但是吧 它的布料又非常的薄 我知道这个裙子 为什么这么显胖了 虽然我本来也不是特别瘦 但是你们看它腰部的这一块 这一块非常的厚 而且不服贴 它说我记得好像当时卖家宣传 他们成本贵的点之一就是 面料都是纯棉的 我拿到手我摸着觉得它确实是纯棉的 但是这也是很不妙的一个点 就是它这个布料的棉给我一种 很容易旧和很容易皱的感觉 就是那种洗一次 你下次要穿的时候 你要熨烫个半个小时 而且怎么烫都还是会有点皱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但是现在觉得很突兀的一个地方 就是像我身上这个粉色渐变还行 你们看哦 因为蓝色它本来是一个冷色调的颜色对不对 但它上面渐变的这个是个米黄色 这个米黄色和蓝色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突兀 不是很自然 看你们介不介意吧 然后这个腰部的部分 它是可以收起来 然后做成一个花瓣板的 不喜欢花瓣板的也可以就这样放着 然后是吊带和SK的套装 其实吧 我不是说我要当消费者型 但我觉得这个吊带200出头 好像确实不算贵 但很多地球人的衣服 这种类似款式的吊带 没有这么多细节的 也是要卖个100多 比较黑心的店要买200 但我有一条和这个很像的短裙 就是形状很像 我拿过来对比一下 其实布料还挺像的 都是这种提花棉 也可以看到奥斯汀这条的设计 和用的花边确实会多一点 奥斯汀这条的蓝色 它其实有点像紫色 还是挺好看的 但我私心还是觉得 如果上面是本白色就好了 因为我自己我比较喜欢本白色 就是你们看我穿本白色的衣服 会显得人白一点 但是如果全是黄色 就感觉人也黄了 是不是 蓝色JSK我就不适了 因为我准备把它退掉 很多店它好像不做那个七天物理用 就是担心别人会拿了裙子拍完照就退掉 但是但是我觉得首先你不能因为就是一部分不良买家的行为 你就把所有买家的合法权益全部砍掉 第二就是本来开店做商业承担一点风险不是也很正常吗 不能什么风险都是买家承担吧 等了很久 然后还要承担像开盲盒一样买到不喜欢的东西的风险 我刚刚试穿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 它这个吊带的前片是多加了一层内衬的 就是你可能里面穿个黑色内衣都不会透 真的我拿个黑色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下 但是代价可能是它比较厚会比较热 但我建议就是胸大的不要买 它的这个腰和胸是一样的 像一个头有点显胖 像官配小物一套搭着可能会比较好看 然后是小物 这个小物波奈特我真的是要吐槽一下 这里面看这么大的一个波奈特 它固定的竟然是这么小的夹子 这么小只比我美甲长一点朋友们 夹在头上有一点夹不纹也就算了 这个小发夹的质量还不是很好 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做一些手工的蝴蝶结什么的 像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蝴蝶结 所以我能够摸出来就是比较便宜的材料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觉得本期视频好看 或者是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就点个赞或者投投币吧 或者多多留言发弹幕也可以哟 比心爱你们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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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